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會做這個油渣麵 油渣麵就是香港以前五六十年代 日子比較窮的時候 有些人生活的水準不太高 經常會去吃的麵 跟車仔麵有點相似 油渣麵當然主要的材料就是 油渣、常蘭麵、冬菇、蝦米、菜寶 這個影片因為時間問題 我也不想拖廁外面的進度 所以我就不會像平時的片一樣 那麼多角度 湯底材料包括香菇、豬骨、大地魚 或者大地魚糞 還有蝦米 我用一些很炸的豬骨 都是市場的賣 老闆娘說不用用很好的豬骨 用一些很差的也可以 如果做油渣麵 有很多豬木 現在先幫豬骨灰水 水滾了之後 煮五分鐘到十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另外 就要先把蝦米浸 如果沒有蝦米的話 家裡用剩的蝦頭蝦殼 都一樣可以進去銀湯 但是如果不用拿水洗 就要先拿一些濕毛巾 先把它抹乾淨 先把它抹乾淨 然後把蝦米的香味 抹乾淨 現在就慢慢烤 要把大地魚的香味烤出來 烤它大約五分鐘、十分鐘就可以了 慢慢烤 大致上烤到乾淨之後 就可以拿出來 油渣麵的影片 其實我主要拍出來是給大家認識的 因為我發現很多朋友都沒有聽過油渣麵 或者來香港玩 都不知道油渣麵這件事 所以我才拍出來 如果大家來香港 真的想嘗試油渣麵 就可以去大國聚、英機 還是有什麼周記 你們就要自己上網去找一找 至於哪間比較好 我覺得其實每間都差不多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不過這個真的是一個香港特色 煮出來的邊緣都黑了 好了,現在就準備用湯去煮了 我都會放些薑 去避免不好的味道 然後再加一堆蝦米 還有香菇 大火煮五分鐘 然後等它剩餘的雜汁都飄出來 我就會抹走它 現在就讓它慢慢煮兩個小時 好,現在就煮了 我現在先準備一個辣菜譜 炒了辣菜譜 就會有這些材料 包括菜譜 蝦米、辣椒、辣椒肝、辣椒粉 很多蒜頭 很少辣椒 這麼大 最後就到菜譜 我首先要先飛水 飛完水,我就會炒乾它 原來現在已經打碎了菜譜 好,菜譜切好了 好,現在就會輕熱鑊 然後放入菜譜 把菜譜先烘乾 一直炒,炒到香氣出來了 炒到乾了 這樣就炒好了 把辣椒、蝦、菜譜、蒜肉 放下去炒 炒到香氣出來了 試一試味就可以了 好了,現在就到煉豬油了 先把豬油洗一洗 在香港吃的豬油渣 通常都是長條型的 大概六公分 炸完之後就會熟細 好了,現在豬油切好了 就開始煉製了 先飛水 水滾了之後 炒一分鐘 煮了一會兒 雜汁都開始出來了 放出來之後 放出來之後 我都會沖洗一下肥豬肉 加點水 現在開始炸豬油 一直開著去煮就可以了 現在我就大火了 到水分蒸發完的時候 我就會改中火了 在裡面我加了一些花椒和薑 去炸豬油 就不壓味 現在開始水分 要蒸乾了 現在保持中火 一直攪拌 慢慢炸 提升油 你不攪拌它 它就會一下子焦了 所以你一直要攪拌它 你們會看到 浦泡開始越來越少了 去到浦泡的時候 基本上就可以了 豬油炸已經很輕微 我現在就要把它炸到少許金黃色 就可以了 我調大火 把它焦一下 一邊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關掉它 現在又是死火了 玻璃裂了 又是翻車 先拔走油 怕它現在裂開 整地都是 你看 你看 大家記得要用陶瓷 不要用玻璃 真是豬 現在豬油渣已經炸好了 現在我會放少許豬油渣 加進湯裡 嗯 很鮮 你在外面喝的湯 都沒有這些顏色 外面喝的湯 通常都好像水一樣 很香 這個蝦米的味道 香港的油渣麵 通常就配這種粗身的上海麵 如果在外面吃 很多店家就會提早煮這些麵 然後先放在一邊 有客人來的時候 就馬上加熱麵條 就煮出來 唯一它不好就是 煮定了之後 麵通常就會很軟 尤其是愛沉會特別軟 當然也有些店家 會即叫即煮的 不過我吃開的大部分 都是軟的 豬油渣 是不少香港老一輩的回憶 早期平民沒有錢買花生油 就會買肥肉回家炸豬油 盛德的豬油渣 為了折散 就會用來炒菜 煮麵 來填充肚子 就得溫飽 這個就是中國香港 貧困年代的產物之一 油渣麵 好 好了 我不客氣了 等了很久 很乾 好 很甜